全民党主席孙伟轩嘲讽前安邦国会议员祖莱达应该退出政坛并自我反省 网媒webs报道孙伟轩受访时表示 祖莱达和他的支持者在大选时已经被选民唾弃 甚至失去按贵金他们就应该反省 孙伟轩说或许他们应该退到二线或者在政治上就到此为止 第15届大选前全民党闹出双包主席案 孙伟轩冻结祖莱达等人的党籍 较早前祖莱达批评孙伟轩无耻又自私 违背基层意愿拒绝转交全民党的党主席职位 2.0 2.6 6.7 1.8 7.6 5.7 7.8 7.6 7.6